美中对撞 金鸣冲突 世代隔阂 我才没有被洗脑 家庭撕裂 学生的本分就是学习 为什么去参加什么运动啊 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可以跟你说说话吗 我们聊聊好吗 我想好好跟你聊天 每周四晚上十点 有张明天跟大家聊聊天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欢迎收听张国佛电台 我是张明天 每周一到五的晚上十点呢 都会有这样看香港的系列节目 那每周四的节目呢 是想跟你聊聊天 会有我呢 来跟大家在空中聊聊香港 好的 那在上周呢 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先生 他在参加一个出版自由国际论坛的活动上呢 爆料了他以前的老板或是股东吧 铜锣湾书店的股东 桂敏海呢 是因为他手头上位有一份关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这个三角恋情的这个手稿复印本喔 那他说如果这个档一公开对习近平来说的话呢 会比出禁书更可怕 所以呢 林荣基认为这才是贵敏海被判刑的原因 好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聊天室里的来宾 刘旺作家贝林老师 对 观众好 这个主持人好 是 贝林老师呢 他也是桂敏海的好朋友 而且呢 桂敏海在泰国被消失之后的这个住所啊 在他的住所被封锁之前呢 贝林老师是到现场调查过的 对 我是调查人或叫破案人 就是桂敏海在泰国消失的来龙去脉 是由我和我的团队去拼出来这个图 或者叫破案 但不能叫破案是 不能确认叫破案是 这个案的最终的结果 必须要由当事人来告诉我们 可惜贝敏还没有机会告诉我们 我们整个那个调查报告中 有多少跟他的事实相符 是 好 太棒了 等一下就是真的要来请贝林老师 好好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发现的调查的状况 那当然这一周香港比较大的新闻呢 还有就是9月6号的何用九龙大游行 以及就是最近港台发起的剧看花木兰活动 你有去看这部电影吗 没有看 但是我听到很多人讲这部电影的故事 而且大家都认为它跟卡通片很像 是 是 是 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来再找时间讨论一下 那因为现在香港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事情 一直不断的在发生 但是呢 我觉得追时事还不如是深入的去探讨 一个新闻事件背后的思考逻辑啊 跟它的脉络 我觉得这应该会是比较重要的啦 那所以呢 每一季节目都希望听众朋友可以 跟我们在聊天的同时呢 一起来思考跟一起来探讨 那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来信到我的email 跟我们互动 那我的email是 好 那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 就先来从林荣基上周在 上周爆料说 他认为啊 桂敏海是因为手中握有这个 习近平的情史的复印本才被抓的 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 因为他说他发生 从罗湾书店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也想要搞清楚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一回事 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 那因为很多的愚人呢 也都认为说是因为 同龙玩书店有出了一本叫做 习近平与他的六个女人的这本书有关系 那您身为桂敏海的好朋友 那您也在第一时间去事发现场 调查了情况 那您对于林荣基的说法是 的看法是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先从 您对桂敏海先生的了解 还有您调查的情况 这边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应该讲我是桂敏海的文学挚友 他从在北大读大学开始就因为写作 他到我在北京理工大学 我的父母给我的房子的家中 找到我1985年前后 那么然后呢 我就把他带上了文学的不归路 但是呢 他做政治禁书的不归路不是我带的 对 但是呢 应该说他去瑞典等等 都跟我当初介绍他认识了 北京的这个就是瑞典驻北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马思忠先生夫妇有关 后来大概马思忠先生夫妇就 Mongquist 他呢 就把马 就把那个桂敏海 就就是帮助他安排到了 这个瑞典的哥德堡大学去读朔博士 好 那个经验非常难得 那么他从此离开了中国 但是呢 他最基本的出版和书的经验 是他大学 是他是北大历史习毕业的 毕业以后进了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官方中国教育部的 这个官方的出版社 那他在那里可能练了最基本的编辑技巧 但他在北大期间就开始编地下文学刊物 所以说呢 我觉得他的整个的人生 因为文学我们结缘 我还有一张照片是198485年 他和我带他去北京建一个地下文学的 这个领袖叫北岛 那么有一张赛人的照片 这是我能看到的 我最早跟他的照片 那时候他是个书卷气非常强的 一个北大的诗人学生 好 那么我们也知道 就是香港走到今天 就从一国两制到一国一制办 到今天迈向一国一制 这个所有的过程里面 根本性的历史性的转折点 是发生在2015年的10月到12月 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爆发 那是我们看到的 香港走向一国一制办 不是一国两制的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也就是说 香港的出版 出版自由 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在这么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有五位出版人 还有更多的 跟出版相关的发行商等 都先后在那个时间点被在中国抓 或者是被从泰国和香港抓回中国 有些人因为被释放 当时就被释放 几天以后被释放 没有公开出来说话 有被抓的主要的就是 大老板 桂明海 二老板 李波 他们所属的巨龙文化传播公司 这家公司的三个员工 都在深圳被抓 其中就包括铜锣湾书店 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创始人 林荣基先生 他现在又是台北铜锣湾书店的 创办人 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个员工 你是老板 也是老板 好 那么应该叫店长 对 好 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注意到 就是说这个变化里面 很重要的就是说 那天林荣基先生 在我们主办的出版自由国际论团 强调了一点 就是说 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政治禁书 在一个还有出版自由的香港 不一定会让中国政府 用这么大的干戈 去把人抓去中国 最后要摧毁掉 整个香港的出版业 一定是某些东西 触到了它的痛点 否则出版自由的消失 其实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慢慢慢慢消失 不会一具而就 一下子就消失 那么好 那么香港的出版自由 就是在我们这两三年里面 慢慢慢慢几乎走到了 快没有了 好 那么这个情况下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铜锣湾书店事件 那么里面一定就是像 林荣基先生所说的 是有一本书 触动了中国 或者说这本书的手稿 那你还记得我那天 说到了一点 就是说 其实这本书在台湾 发行过一两个星期 后来 就是老板 这个阿海 桂敏海 要求在这边的书 一本不剩的 全部从书店里面收回来 发行商亲口跟我讲 这本书 他们全部把它收回来以后 全部寄回了香港 那么我想一定当时是中国方面 派了人跟阿海 我的推理 我就把它当成推理小说 要求用钱 把这些书全部的买回来 一本不剩 让他不能在市面上出现 这样的事情 在出版还有自由的 2013 14 15年都发生过 就是比如说李鹏日记 被中国政府的系统 从新世纪出版社 创办人包普那里 全部的书 全部买回去 一本不能够留在市面上 同时签保证书 这些书 我给你的钱买回去了 你也得保证 这个书不以另外的形式 流传在外面 也不能再次复印 翻印或者印刷 如果你破了这个行规 可能从江湖道义上来讲 你就是不仗义 违约 那么你可能在香港就别呆了 那我相信呢 当时阿海也做了这么个决定 把这些书全部拿回去了 这些书 有没有当时在铜锣湾书店出现过 我不知道 那听起来呢 林荣基先生似乎认为 有这样一本书 但是他似乎没有看到手稿 就是非正式出版物 但是林荣基先生可能会说的是 更为危险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曾经手上握有所谓的这个习近平先生的所谓的手稿 那这个手稿大概只会是情书 因为第一 习近平先生不会写小说 第二也不会去写任何长的这个叫即时性文学 是吧 那么更不会写总书记的八旦情言 那么所谓的手稿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非婚妻子外的情书 这个部分林荣基先生没有说很清楚 那么他大概也没有看到 他听到了这些说法 而且他还暗示是从美国的这个阿海的朋友 或者美国的阿海出版社的撰稿人手上知道的 那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我们就会变成是一个谜 到底是什么样 那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机会看到过 跟习近平先生有关的 确实是跟阿海出的书有直接关系的 所谓的这个八个情人或六个情人的本书 那是后来在同端书店五个人都被抓之后 在法拉盛在纽约法拉盛有一位作家 他或许也曾经是这个阿海的撰稿小作家之一 那么阿海出中国政治禁书 但是呢他拿出来这本书 显然不是当初阿海曾经出或想出的那个手稿 所谓的手稿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有些手稿的复印件 是总书记的在阿海手里 不知道在中国通过什么人拿出来的 是他这么来的 第二呢就是在阿海的电脑里面有关于这本书的一本或多本手稿 那现在电脑已经被中方拿去 不管是在香港的电脑在他家里的 还是在帕提亚 就是泰国的电脑都被他们拿去 只剩下在德国的家里的电脑是没法拿的 因为德国警方已经不允许任何人接近阿海家的 好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 我想就是说这本书是怎么回事 那么台湾的发行商说他一本没有留 按照阿海的要求全部把它送回去了 应该是中国方面通过中间人跟阿海谈判 把这些书全部买回去了 但这些书是不是流传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 我收到了曾经帮助阿海撰书的匿名的 有人住在美国的送给我了他们亲自手上有的书 你知道有个细节非常有意思 我在2016年出去就跟着半岛电视台的设置组 和我们的那个团队去他家里 他的书架上有他出版的所有的书 我仔细看了就没有这本书 就是所谓的我现在手上有的这本照片 封面照片 总书记的八段情缘 这本书是没有在书架上的 假如有中国国安进去过以后 一定会把它拿走 那我看起来就越来越接近事实 就是林荣基先生的推理 最不能让中国忍受的是 所谓习近平总书记的 不知真假的所谓的情和恋 这些故事 这些事情我不知真假 也没有人知道真假 只有当事人知道 那么在这个事项做文章 无疑极大的触犯了 总书记的私生活 或者中国最高领袖的统治者的脸面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那么当然这本书是不能有一本在外面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本书 我注了一下 是在纽约 背面 我注意到了 有一个就是在纽约买到书的这个价钱 它是在中华书局34美元买到的 所以您刚刚的推理跟判断 您认为习近平最害怕的是这一本书 叫做总书记的八段情缘 至少这是最愤怒的 不应该叫害怕 我想一个统治者 他没有什么怕的 他可能只怕人民 他指的愤怒的是这些 可以认为是真假莫辩的故事 影响到他的脸面 因为在市面上也有很多关于习近平 什么的六个女人 什么巴拉巴拉 有很多类似像跟他情缘有关的小说 或者是重说 严格上讲都不是真正在 铜锣湾书店事件出现以前出现的书 都是之后 以这个事件的噱头 试图获得商业利益的 所谓的阿海让他们写的书 这些东西我都认为是伪造杜撰的 就我知道的阿海在 就是在假释期间和软禁期间 他说他如果有一天获得自由 他要跟这些冒用他的名字 说他让他出的这些人要打官司 认为他们在 就是假的 假冒他们出版社的名义 好 那么我注意到这本书 总书记报表情是2014年出的 那么你看就跟他被抓一年多 2015年 对 如果他是12月出的 那可能不到一年他就抓走了 那么这个时间点上 这本书更为接近于 可能是阿海的出版社出的 当然记住 凡是这类政治禁书 阿海从来不会用他自己出版社的名字 他有数十个 十几个 就是你永远不清楚 是谁是老板的出版社的名字 他不断的变化这个名字 来让他的书可以出现 因为非常危险 不要说写总书记的书 就是写博都 博书记 是吧 重庆市委书记 博书记的书都会有危险的 虽然他已经虎落平阳了 好 那么这本书2014年出的 它的价位 中华书局的买书的 那个商标都在上面 我相信这都不是假的 那中华书局 我自己是经常去光顾的一个书局 那么这本书显然很接近于是 在台湾市面上被收走的 被阿海要求全部送回香港的书 也可能这本书在香港就没敢面试过 所以林荣基先生不知道是不是看过这本书 我有机会会让他去看看这个书的封面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江广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由学者专家们多面向地解读中国 请锁定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feel出感动 让爱飞翔 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华公布电台 想跟您聊聊天 我是张明天 今天聊天室里呢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流亡作家贝林老师 那在上半场的时候呢 他跟我们独家揭露了 他在前几天 终于找到 贵敏海他消失的 一本关键的书 叫做《总书记的八段情缘》 贵敏老师 是不是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里面讲的是哪八段情缘 实际上他的内页的目录 又出现了叫 《总书记的八个情人》 那这八个情人每个名字都有 有个名字很俗 叫刘大美人 那就这八个人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无从知道 那这本书 我刚才说到一些细节 2014年初的 然后呢 在纽约曾经卖过 有人买到了 好 那么在阿海的书架 就在帕提亚的家里头 没有这本书 那么我们也谈到了 就是阿海的那个家 严格上讲 除了他的家人以外 应该没有朋友 在他被抓走之后 或被消失之后 有人进去 那我进去也是因为 因为姻缘 就是阿海 我们找不到阿海的时候 我就会不断地打电话 到他们那边去 那他的这个经理 楼下的大厅的经理呢 当然就会跟我说话 他就熟了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我要去 他会让我进去 那又好 正好是半岛电视台 要做一个关于阿海事件的 纪录片 那这个半岛电视台 还是在中东的CNN或NBC BBC 那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媒体 那么好 那么他们跟我一起去 我还带了两个 泰国的难民友人一起进去 好 那么我们这条路上去 我们看到了一些细节 就是第一呢 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都是 就是我在机场下飞机的时候 是用化名 然后呢 我们进去的过程里面 都很安全 只是突然出现了 一个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在里面 大家待了一个多小时 跟三到四个人 包括设置主的两位 还有经理 那个经理和我 那么呢 这个时候 突然呢 阿海的妻子打来了电话 他马上就问说 屋子里有谁 那么经理告诉他 我在这的时候呢 经理就神色一变 然后呢 把电话给了我 那我跟阿海的太太 Jennifer认识 因为我去过阿海 在德国的家里吃饭 那Jennifer 她就第一件事 就问我 你怎么会来 我说我想知道真相 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承认 或者到今天也没有人承认 那我想知道怎么回事 那我当然要去看这个房子 那么我知道了很多事情 我告诉了阿海的太太 她也非常需要知道 因为那个房子 可能她以前常去 但从阿海被抓以后 她是没有去过 最近有可能又去过 因为后来她回到中国 去陪了阿海一个月 阿海在假释 就是第一个星期 结束的那个软禁期间 她去陪过 在第二个十年之前 好 那么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 蛛丝马迹 也知道了她的主机 电脑主机已经没有了 就是桌上型电脑主机 那么就显然是被国安搬走了 那我们也知道瑞典警方 也来过这个房子 也看过这个房子里面的一些东西 也拿走了她的一只手机 因为另外一只手机 并没有被国安拿走 好 那么这几个细节 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拼出来 阿海是被一个他刚认识的人 有他的照片 他在社区巴斯的停口 不想进到主大厅 因为他怕被拍照 让他在那个地方 等着阿海开着车去接 看起来他们只是去一个地方 喝杯咖啡聊聊天 从此阿海就再没有回来 那么整个后面这个过程的细节 也是个谜 到底他是把他骗到了 哪里最后被人绑架带走了 等等这些效果都不知道 那么他的汽车 后来车牌子找到了 车子在一个离当事人 所出现的帕塔亚地点 很远的地方 就已经会转了多少手了 那么这个牌子跟车已经分开了 这是那个泰国警方的 帕塔亚地方警局的官员 在向我做报告的时候说的 因为我们紧接着去了 地方警局寻求官方的答案 那泰国警方说得非常清楚 他现在在中国 但跟我们没有关系 他没有出境记录 我们也没有配合中国政府 把他带回中国 他怎么样去的 什么原因去的 我们无从所知 我们只是知道 他没有走正常的出境手续 但他有正常的入境手续 因为他是瑞典公民 可以去泰国至少一个月 每一次 这就是整个的阿海事件里面 最重要的 这本书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的 就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 这个版本 应该是阿海被抓之前 最正式的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上面的出版社和作者 都没有写明是到底哪一个出版社 因为他写的是玄黄社 是出版社 那么这个 玄关的玄黄色的黄 对 那么玄黄社 那个作者的名字 也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名字 那这是阿海出书的一贯方法 因为他手下的出版社 是随时变换名字的 那么他并不是一个靠品牌 出版社品牌来建立书的 这个所谓的读者的和影响力的 他是靠内容 OK好 从官方的说法的话 是说 桂敏海阿海先生 是因为他开车撞死了一个 他曾造势逃逸 撞死了一个小女孩 所以呢 他今天要被抓到中国去服刑 那后来他消失以后 社会的舆论呢 都是说 他可能出了什么禁书 那刚刚贝林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 他的调查 他觉得是因为这本书 叫做总书记的八段情缘 这本书是更接近桂敏海 他消失原因的关键 那不管怎么样 应该说是我基本认同 林荣基先生的分析 是跟总书记的私生活有关的书 真正触动了中国官方 要用这么大的动作 让香港的出版自由 在一期之内丧失绝大部分 而不是说一般义上的政治禁书 好 那就要请教贝林老师了 不管他今天是因为撞死了一个小女孩 或者是他手上握有了什么什么谁的资料 那今天这个他直接在泰国被消失的这个状况 您觉得是合法的吗 当然是我之所以在乎这个事情 就在于我 第一我并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事件 我只是说一个出版人 一个出版者 一个作家 对 他不应该在任何一个地方 无缘无故的被消失 被抓捕 一定要走法律程序 第二 跨境抓人是每个人都可怕 都害怕的 如果你在自己的 就是你在当地 由当地的警方 帮你抓走 或许他还有一定的可追溯性 如果你在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的警方抓走 这是极其恐怖的 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 我们也是到后来才发现这个事情的真相 所以才发生 就是说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必须公开 让世界知道 哪怕他的家人不认同 因为这不只是牵涉到阿海先生这件事情的真相 也牵涉到李波先生为什么会在香港被抓走 更牵涉到未来每一个人不希望 因为从事写作和从事出版 甚至从事书的发行而被消失 这一点上是非常重要 不过我还是得说 阿海他后来在中央电视台 在凤凰卫视这样的电视台 都做过他关于他被消失的解释 他说他是因为良心不安 自动回到中国去完成 他当年没有服完的行 因为他当时逃掉了 所谓逃掉就是说 他在判完刑以后不久 他还是离开了中国 没有去服完那个就是缓期的刑 那么这个说法是他在公开媒体上说的 我更关心的不是他良心不良心的事情 我关心他是怎么样回到中国的 他也没有说他怎么回到中国的 这个怎么样回到中国 这个事情就是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我不希望有任何国家 跨过自己的土地去抓 好所以不管今天一个作家 他出了什么书都不应该是他今天被消失的原因 如果他做的书里面有严重的杜撰 普风卓影甚至是伪造 可以通过法律来让他接受英勇的 这个法律的这个侦查和判决 而不是通过国家的力量把他抓走 是那您刚刚在节目上半场提到了说 铜锣湾事件让一国两制变成了一国一制版 对 那是因为国安法 港版国安法7月1号实施了以后 一国一制正式开始吗 您认为 就是说在广义上来讲 一国一制慢慢的进入到了香港 一国一制版可能都岌岌可危了 是那港版国安法实施了以后 那出版业的环境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对出版业的环境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独立的小的出版社过去是香港出版的主题主流 而大学出版社及中资出版社是小部分 不超过百分之四五十 好 那么目前情况下就是独立的小的出版社 几乎都停止了出版 这些出版社大都是以出版中国不能出版的书 作为他们主要的出版情形 这些出版社不仅是他们不敢出书 更主要的是发行商不敢发书了 当发行这个渠道被卡住 书卖不出去的时候 再加上作者和出版商都有危险的时候 那么出版自由就岌岌可危 几乎上市了 因为以前香港是中国人跑到香港 可以买禁书的环境 那现在香港应该没有办法买到这些禁书了 对 因为中国的警方连到书店去查 哪个人买书都要去查 也就是说当海关控制住以后 那些还能够露着带进去的人 他们都要知道要查 要把书拿回来的话 那中国的旅客游客就不敢买了 反过来讲书店也不敢放这些书 所以香港现在没有禁书了 还是有 因为我不刚才说了吗 那个有个叫田园书店 他告诉我说他们不敢出禁书 但是禁书他们至少在自己的店面还是会卖的 但他们也不敢发行禁书 台湾也没有禁书对不对 因为台湾没有禁书 因为太自由了 什么书都可以书 过去有过禁书 对 但是从台湾民主化以后 慢慢的禁书这个概念就没有了 而且中国大陆的书也可以在这边经过正常的手续自由贩售 那刚刚您提到那个总书记的八段请问 台湾应该也可以买吧 买不到 就我所知 在2014年 这本书在台湾短短的一个多星期上市期间 一定会有书店或个人买过这本书 我跟出版商一直在问你手上留没有一本 他说阿海说一本不留要带回去 他手上没有 那么就我所知 可能有台北的图书馆有这本书 所以各位如果听到这本书的名字 或许可以试一试在图书馆能找到这本书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贝林老师的分享 从林荣基先生他的爆料 然后讲到贝林老师他的调查 好 那我们今天还是再次感谢贝林老师的分享 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那欢迎你有任何的想法 都可以写信到我的email 这边再跟大家说一次我的email 我的email是 tomorrow3095atgmail.com tomorrow3095atgmail.com 那在这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明天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